嗨大家好,我是Nelly,欢迎收看Nelly的包包分享视频 大家可以发现我换新背景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搬家了,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回国了嘛,回国了一趟 所以我的视频暂停了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有很多人留言说啊,你们还不出新视频啊,好想念你啊 我觉得虽然就是觉得被大家催得有点心理压力 但是其实心情还是非常开心的 就起码说大家有在follow我的频道的人 就是会期待看到我的新视频 这一点对做一个YouTuber或者做一个视频创作者来说 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手上还有非常多的存货 老实说,我以前拍的视频 其实我就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剪 或者说剪完了我有时候做封面图片 对我来说是件很累的事情 Anyway,反正就是说接下来呢 视频大家会看到更多不同的背景 因为我可能会,这个是在我新家的客厅嘛 就是因为现在就客厅收拾好了能让我拍视频 然后以后我会有一个自己的studio 但是那个studio现在就是满地狼藉乱七八糟 还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感兴趣想看Room 2 或者想看我的house tour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有机会的话会 等我全部收拾完了的话 我会录一个这样的视频 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 废话好多,好久没录了 很多话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我以后应该就会有地方来给大家录我的穿搭视频了 一直也有很多人说 其实每次看你包包分享 也蛮喜欢你的穿搭的 也蛮喜欢你穿衣的风格的 有在写一些就是我的视频的计划 然后我发现录穿搭真的比录包包累 非常非常非常多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录一个50 facts about me 就是这个tag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视频频道的频道主 都会录这个主题吧 然后呢,我也会参考就是别人的一些常规的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 就是比较跟常规的问题不太一样的问题 也欢迎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呢,我会在这个关于我的50件事情的这个视频里面 去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包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爱的一款包 它在今年最新的这一季呢 出了一个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颜色 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包呢就是来自Celine的Classic 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期待它出墨绿色 因为我知道它在之前 大概15年吧 好像是15年它有出过 所以其实在街拍里面 大家可能有见过墨绿色的这个Classic box 但是呢,就是当时应该也就是出了一季 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只是就是说看到 但买不到了 2017年最新这一季 墨绿色 又付出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 也是非常非常契合这个Classic box 这个包型的一个颜色 其实我一直就在等它出墨绿色 然后呢,实在是没有等到 然后我就买了别的颜色 但是它现在又出了 我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终于等到你 但可惜不是你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像Classic这个包型 它就是复古 它就是经典 它非常的简约 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百搭 非常耐看 非常永恒的一个包型 然后它搭配上这个墨绿色 就是墨绿色是一个 就是自带复古感觉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又非常的时髦 然后给大家近看一下它的颜色 和这个皮革的光泽 它的做工真的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在搭配当中它没有太难搭 因为我太爱这个墨绿色的Classic box 所以我会尝试去给大家录几个 我觉得它可以去搭的一个几个不同风格的造型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说到底这个墨绿色 它能不能在日常当中 或者说在普通人的穿着打扮当中去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穿搭的一个搭配效果 这个包我其实已经讲过一整集的专题 然后我也录过三个经典色 黑色红色和焦糖色 就三个颜色的饰品 然后就是也给大家上身诗杯过 所以呢在这边我就不再重复的去讲 它的包型啊各方设计啊各方面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视频 然后我就主要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墨绿色Classic box的穿搭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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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